本都办决定 择日将三贼通通消耗施主 以敬小勇 是 表姐 你为什么这样 怎么了 慧子 你欺骗我 你为什么欺骗我 我怎么欺骗你了 你不是说的吗 只要公益刺杀不成事实 就不会判他死罪 你就可以施加影响 把他救出来 可是你看看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你看哪 明日公开处决 慧子 张宗昌亲口答应过我 他不会判处张公义死罪的 这上面这个你怎么解释 慧子 你冷静一点 中国是一个没有法理的国家 张宗昌是一个出身草莽的军阀 又不是我们要害张公义 他出尔反尔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我不管 你要救他 慧子 你说我怎么救啊 张公义要杀张宗昌 这是事实 这一点连他自己都公认不讳 你说张宗昌能放过他吗 表姐 表姐 公义是我的生命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说你 我叫你 你叫你 你叫他 你有办法了 不是吗 你有办法了 是不是 魏子 他要做烈士 你就成全他 来做烈士的英明好了 我叫他 你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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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converted你 爸爸 静蕙 曾蕙 你干什么 他要是死我 我也不会活 我说到做到 我是无神论者 不相信鬼神 更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 你又瞎说了吧 我瞎说 那我问你 如果有上帝 张忠昌在山东坐落多端 你说上帝是不是早就应该 把他遭天遣了 可是他现在呢 不是在那儿作为做复活的 好好了吗 如果有上帝 公斤受他为名除害 上帝是不是应该 给他英雄般的殊荣 救他出苦害 并且降服于他 可如今呢 他却蹲在监狱大牢里面 马上就要被啃头了 我为公斤受祈祷了 管用嘛 张忠昌的监狱大门 上帝是打不开的 北伐军就可以啊 北伐军 快来 死了吧 你要找死啊 天心 别生气了 天心 看一看 站住 我是山东第一师范学校 教导处主人苏健齐 有钥匙见你们都军大人 都军谁都不见 我是他朋友 对不起 都军说了 就是都军亲天来了 也不见 天虎 找我有什么事啊 来来来 坐下说 坐下说 五叔 这回我只能求您了 在济南府这块地面上 没有你五叔办不到的事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这件事是要掉脑袋的 五叔 你敢不敢敢 我和你爹啊 是拜靶子兄弟 我这条命就是你爹从野地里捡回来的 什么时候想要 什么时候就拿回去了 说吧 来喽 您的龙井 你能招呼多少个跟着你卖命的兄弟 多了不敢说 三五十个没问题 干什么呀 劫阀场 劫阀场 只能这么干了 苏老师 不行 如果劫不成 不仅坏了龚金兽 张公仪 余老师的性命 而且还会枉大了很多弟兄们的性命 可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倒万不得也不能出自下策 苏老师 对了 我记得你和孙宁宇的矫情不错 那是以前的学校 他现在是帮虎吃食啊 没关系 咱们试探试探 摸摸情况再说 不妨碰 潘老师 过来看看 抢你枪的是这家伙吗 攻击兽啊 不是 长官 马达西门外碰见了呢 是他吗 站住 你让他走 不是 长官 你可得看紫秀 我看清楚了 确实不是他 小小子 我告诉你在里边给我老实点 再待上几天 你的这个脑袋可真是一样的 就不属于你自己了 放心 我会在阴曹地府等着你的 太太娘做得硬 咱们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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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来找我什么事 但是会告诉你这件事情 求谁都没用 他是死刑没得解 是 是 是 什么时候執行 明天辰石三刻 在四十几 当众折行枪决 行程怎么布置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 你不会要杀到去劫阐城吗 这个你别管 把知道得告诉我就行了 你就不怕我现在 就把你抓起来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决定当众处决他们 为了防止意外 他下令出动济南城所有的军警 全城戒备 表姐 你回来了 快坐 坐 表姐 喝水 曾慧 该做的我都做了 你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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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子 是君之罪 不管是苦尽中文 无论在哪个国家 都是死罪 慧子 做烈士 原本就是他的理想 这都是命数 明天我陪你去 开饭了 开饭了 又有酒 又有肉 还有鱼 诸位 明天是你们的地日 今天晚上都吃饱了 喝足了 就是死 也不做饿舌鬼呀 你们吃不吃啊 吃不吃在于你们 可别说 我没告诉你们 慢慢地用 来 来 来 人家老头说得对 咱们就算死也不做饿舌 那就是个死嘛 二十年后 还是条后患 军长 我原来你 张先生 您这是哪里的坏啊 杀张东昌 连我心所愿 就算不碰见你 我也照样杀他 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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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先生 刘老师 能有二位陪我一起上路 我攻击中 值了 我请你二位 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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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同志还说了些什么 我请你二位 大方 广队 让大方 广队 广队 这样我们的救援小组 就能顺利地赶到 好 我来想办法 代表姐 谁呀 代表姐 曾慧 代表姐 这几个老百姓啊 希望看杀人 这几个茶楼酒楼 靠窗户的座位 到时候一定要涨价 你看那些人没有 他们就是为了看热闹 提前来定座位的 我把这个茶楼 二楼 包房所有靠窗户的 我全包下来 叔叔 明天这里一定是人山人海 不光是老百姓 恐怕最多的还是张忠昌的兵啊 我也想过 任多有一利也有一弊 任多便一掩护 但也爱说爱叫 我们只能乱中取胜 我想过了 等龚金兽他们一进入法场 我就先扔他几个炸弹 再放他几枪 到那个时候 秩序一定打乱 张忠昌的兵 都是一些乌合之中 一挺枪向 那就炸了营 我们 趁乱进化场 能成功吗 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一切都是天术 反正他妈做了 有一条命顶着 还有什么可怕的 离不成功也好 这还不是 那是有事 他就这么做 就这么做 是一条命顶着 在家公里 那是什么事 你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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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为了 无认为 你烦 你烦我还烦呢 我找谁说去 明天宫廷时候就要被砍头了 你还有心思吹口琴 我不吹口琴干嘛呀 陪你们在这儿一个一个哭鼻子 帮我们想想办法呀 怎么能把他救出来 怎么办 没办法 这个办法行不行 我们男生喊女生哭 哭喊生惊天动地 反正人心都肉掌的 把他们的心哭了 老 你以为你是孟江女呢 哭两下鼻子 就能把张忠昌的心给哭软了 别做梦了 你这是典型的鱼虎毛皮知道吗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我要有办法的话 我早把公斤兽套给救出来了 我才不陪你们在这儿 挨 挨成盘气你看看 明星 你看他 应该怎么办呢 你俩都别争了 我还要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吧 你怎么能去找朝珠谦带来帮忙呢 她也是我表姐呀 可她是日本人哪 日本人怎么了 大表姐 你别忘了 我也有二分之一的日本血童 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日本领事馆出卖 张公怡就不会被捕 那说不定她早就掉脑袋了 增惠 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啊 犯了大表姐 你不帮忙就算了 我不求你了 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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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了 二十三号 二十四号 二十四号 二十五号 二十五号 上路了 上路了 快 说 快 走 快 快 给我扯那個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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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让我们出去 为什么不让我出去 为什么 打倒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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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冷静 耐火 听他说呀 打倒进阀 打倒进阀 为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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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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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 无数 弟兄们都埋伏好了 现在情况有些变化 苏老师说 在他来之前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什么意思 苏老师认为 现在形势危急 他想亲自去见赵宗长 看看能不能说服他 暂缓执行死刑 纯粹他娘的袖子 跟大姑娘谈养孩子 能谈得成吗 不管成不成 他都想试一试 我的人已经各就各位了 现在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五叔你看 高登 赶紧 请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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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zrobi phn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赞海生 大海生 大海生 那 大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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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海 고� 받 大海生 啊 大海生 你太近了 但我都跟著你 我太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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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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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